也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是一名印尼渔工 从台湾搭击到澎湖 雇主为了求慎重 带他到医院检验 结果发现确诊 宣服表示 这名医工的CT值32 病毒量不高 研判是旧案 不过还是依照规定进行修治 也匡列29名的接触者来集中隔离 不管是医工还是接触者 只要后续的筛检 连续出现阴性 就会立刻解除隔离 也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担心 只要戴好口罩 扫行就好